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31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美议员说出人们担心的是 中国正筹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文章来源 作为于2019年1月31日 新闻取自个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美国参议员警告称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建设表明其正在筹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新闻网1月31日报道 来自美国俄克拉和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詹姆斯英霍夫说出了许多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建设看起来好像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他在30日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言论 讨论了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新挑战 参议员英霍夫对世界现在的处境并不满意 他说 当中国在主张对争议岛礁上的所有权时 美国只是在后面坐着看 在中国将这些岛礁变成人工岛屿 布置武器和防御攻势时 美国没有做任何事情 中国在争议领域的运作方式导致了东南亚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 英霍夫说 这就像你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你在那边与我们的盟友交谈 你想知道他们将会站在哪一边 他说 大多数美国公民或世界各国人民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局势的脆弱性 英霍夫说 我担心我们的信息无法传达到位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深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